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NA中有两种东西 一种是光子 一种是 在DNA的连接过程中 它会产生光 也就是上过课的都懂 阴跟阳 两个简基配对 中间会生成光子 生成光的时候 这个基因就是健康的 因为都是光啊 那这个都是光的基因 生出的细胞充满着光 充满着光的就是好的细胞啊 好的细胞生出的脏腑就是好脏腑啊 它就有抗病能力啊 病变邪的 它就不能侵害它啊 那就是根在基因这儿 如果是说基因是黑的不好的 一变了 突变了 那是什么原因 因为在阴跟阳中间产生了一个绝缘体 大家知道这个电灯 电灯亮 但是你把火线跟地线中间加一个香蕉 就是不是你们吃的香蕉 是那个工业香蕉 那它就产生绝缘作用 一绝缘以后 灯还亮不亮了 不亮了 所以基因中间如果有黑子 这个黑子有绝缘作用 它就把这个光就屏蔽了 就不能生成光了 你们知道拉链 拉链如果是坏一抠 小心翼翼的还可以用 坏两抠还可以小心翼翼的用 如果连续三抠一坏 一拉就大开门了 所有的基因链条也是这样 坏一个没问题 黑子张毙了 两个没问题 三个这就组成基因密码了 然后就变成易变 易变的基因生出的细胞是病变的 病变的细胞生出的脏腑是病变的 这就是根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基因中 把那个黑子清除出来 现代科学没有方法 为什么圣人的智慧可以传播 两千多年到现在还不会毁坏 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好用 如果一个不好用的东西 不可能传这么久 并不是说因为信仰 说我信释迦母尼 我儿子信释迦母尼 孙子又信释迦 才这样传过来 不是这样的 如果它不好用 绝对不会这样传播 靠一个简单的信仰 是不能够维系 这些圣者智慧的传播 因为 所以释迦母尼他讲 他一辈子就讲了两个真相 一个是人之外的宇宙的真相 一个是人身体内在的生命的真相 他一辈子只讲宇宙真相跟生命真相 那么我们生命的真相 在他那个时候已经看到了DNA中的黑子 那么他障碍了我们体内放光明 所以大家知道什么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叫无量光佛 也就是身上所有的每一个细胞 里面的DNA的每一个连接都是光了 一个没有不是光的黑子 一个黑子都没有了 他无量光了 他就成佛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是人 动物为什么还是动物 植物为什么还是植物 因为他们DNA中有不放光的地方 就业力的存在 所以是带来着我们在六道中 还在生死的一块 那人为什么会生病 因为祖宗给你的基因中 还有坏的东西 不是光有好的东西 这是祖宗留下的业力 这些业力是别人对你 以及你祖先的怨恨 别人恨你 怨恨你 这个怨恨它就变成一股黑气 变成强烈的怨恨 它就变成密度很硬的 密度很高的黑子 障碍了你的光子 阻碍了 这个就是老子所说的 何大怨必有余怨 所以我们这一辈子 你做什么都好 你记住 跟任何人不解怨恨 说佛陀告诉我们 别人打你左脸的时候 你问他打够了没有 如果没打够 左脸太疼了 把右脸再给他打 右脸打够了再打左脸 什么时间打够了 你问他够了 他的怨恨解了 你跟他过去世的因果就了了 在宋朝的时候 我们中原有一个高僧 他修炼成功了 他修炼成功了以后 他在退入空性中观因果 我跟谁还有怨恨呢 没有了啊 结果就冒出了一个影像 结果他当时是在西安修炼成功了 那个人在广州 今天的广州 今天你从西安到广州去坐飞机 要飞两个小时 还不算你去机场的时间 那这个师父已经修成了以后 他用神通飞身而去 就是把自己飞到广州去了 飞到广州去干什么 找倒霉 找什么倒霉 要让那个人把自己给杀掉 让他知道他欠他一条命 他这条命不还 那他就不能挣过 所以是那么他落了 飞行术落下来以后 就站在那个人面前 那个人一看他都不认识啊 一看他就恨他 拿起刀来把他一刀就杀了 他借着一刀 他不怨恨就解脱了 他在退出空性 真退到空性正果的人 刀子刺他是不疼的 所以你们才知道当年戈利王 这个肢解当年的人鲁仙人的时候 一个手指头切成好几块 然后胳膊切成好几块 就解解肢解 拿刀子刮他 他都不怨恨那个戈利王 当时的人鲁仙人发愿 说我将来成佛的时候 我第一个度你成佛 你看这就是佛菩萨 没有说等我成佛 我五雷掌把你打死 你们现在学佛就是这样 我要报仇 谁对我有恨 我将来成了 我拿什么掌啊 把他打死 按人家佛被人家割了身体 人鲁仙人割了身体 还在发愿 又不痛苦 然后说我将来第一个度你 那个人就是乔沉入 那么他的这个 无比丘之一的手 手作比丘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些因果 我们以前都当成故事听 你要重视 这是事实 这是真的 所以我为什么刚才提示大家说 你们要发一个愿 如果我这一生 还有要通过病 才能够消得业障 我愿这个病早一点视线 早一点视线 趁着张卜生还活 还能帮你的吗 等我死了 你还没死 到那个时候 可能就少了一个人帮你的吗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修行人的一个 跟时速人他不一样的 时速人他就是怕生病 我什么都要顺利 那么我们大修行人是说 我假如这一生还存在什么业障 提前视线 趁我年轻早些去轻盈效益 所以人生所有的补顺 它都是一个提示 就是原来我欠人家的 原来我要还这个债 那既然还债 你为什么不趁年轻还呢 等你老了 躺在床上二十年十年 这好玩吗 它不好玩啊 那个时候你想还也还不动人家了 所以我们不要把业障留到后面去 除非你们是小人 小人是什么 不想还债的 我欠着就不想还 怎么能逃啊 怎么要躲避啊 用什么法术可以让我逃避这个惩罚 逃避这个 这是小人 君子是说不就还债吗 还啊 坦荡荡的还了不就完了 还了就一笔勾销了 就没这个账了 所以大修行人跟食宿的人他是不同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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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